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观众朋友 世界这个网球名将彭帅 他是女性的一个网球的中国大陆的国手 他昨天抛出了一个核弹级的震撼弹 他用11647字 写出了这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 在微博上面讲出他的心情故事 他过去十多年跟中国大陆的一名高官 这个官拜副总理的张高丽在一起过 那有发生过很多次的不伦恋 不是很多次 他们的不伦恋 延续了大概有十年之久 中间两次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篇文章 其实是登在这个彭帅的微博上面 二十分钟之后就被下架了 有人说还可以留二十分钟 那表示这个是有阴谋论 恐怕就是有人故意要让你截图 到二十分钟后才删除 那我们来看看 他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其实里头的这个很细微的 一些女生的心情的转折 会让很多人相信说 这个事情应该是真的 以女性的角度来看也是 我们来看看他讲了说 我知道说不清楚说了也没有用 我不是一个好女孩 我觉得我很坏 为什么 今天上午打完球之后 大家注意今天上午是现在 大概是前一阵子的事情 那个时候张高丽已经退休了 他自己也从网谈 国际网谈上面淡出了 上午打完球 你讲的就是张高丽 你和妻子康杰一起带我去你们家 然后把我带进你家的房间 和十多年前在天津时一样 要和我发生性关系 那天下午我很怕 根本没有想到会是这样 一个人在外帮着守着 看门是谁 谁都不可能相信这是老婆 会做的事 他描述了张高丽 已经75岁的张高丽 把他带进房间 想要跟他有进一步的关系 他的妻子还在外头守着 当一个这个 类似看门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他说那天下午 我原本没有同意 在房间里他没有同意 我一直哭 晚饭是和你 还有康杰阿姨 也就是张高丽的太太一起吃的 你告诉我说 宇宙很大很大 地球就是宇宙的一粒沙 我们人类连一粒沙都没有 说了很多很多 就是要让我放下思想抛福 这一段的描述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他可能跟他讲很多哲学的话 这右拐女生 这个亮哥可能知道 大概 我教这个 对 亮哥是心灵稀罕 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来讲 很尴尬 我教谈判 其中有分手谈判 跟他讲说宇宙是一粒沙 我们都在浩瀚的宇宙里面 我们都这么的微笑 那如果我们今天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根本不算什么 我们就做了吧 所以他后来同意了 他同意了 他同意了 我没有办法形容自己 有多么的不堪 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 还是一个人吗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行尸走肉 这有点像是房思琪 大家记得几年前 房思琪的一个事件 我无法形容自己有多么的不堪 很多时候我觉得是一个人吗 这个已经是重复的 小编要注意 这三年的感情我无处安放 难以面对 人家自己写的 不是 我们贴错了 除我之外 我没有留下证据 因为有些人会认为 这是一个阴谋 女生有可能嫁祸于男生 所以是不是你有证据吗 他说对 我没有证据 我没有留下任何童年记录 我也没有拍照 除了我自己之外 我没有留下任何证据 没有录音 没有录像 只有被扭曲的 我的真实经验 这只有一次吗 好几次 两次以上 不是听说他老婆在看门 他老婆看门 对 他说你为人父也有儿女 我问你 他问张高丽 我问过你就算是你的养女 你会逼他这么做吗 你今生做的这一切 日后心安理得的 去面对你的母亲吗 都是道貌岸然的事情 彭帅这一千多字 来控诉他和前副总理 张高丽的不倫 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方都炸锅了 因为微博已经被删了 如果你去中国大陆 你输打可能Google 不是Google 这个微博或任何你知道打彭帅 打这个张高丽 可能都没有这个相关的报道 可是这个外媒 外媒其实有在今天的这个 昨天的这个大陆外交部的 这个记者会上面 有问他们的发言人这件事情 我们来听听看 发言人怎么回应的 我没有听说 这也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好 我没有听说 这也不是一个外交问题 来 韦翰 其实这个事情闹得很大 但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我关注的可能大家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 怎么会这么的夸张 怎么会年纪差这么多 还发生这样的事情 怎么会 对 怎么会 好像按照这个 他的剧情所说 连他的原配夫人都还在那边 同意这件事情 还促成这件事 对不对 还在外面守着 这些都是大家所关注的 但我关注的是 来 老婆我们再拍下这个 小编重复了两段的微博内容 他这么敏感 因为观众朋友 你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是谁 谁是张高丽 我们都不认识 对不对 但是在中国大陆 他是曾经当副总理 然后这样的文章 就是当这个彭帅写下去后 他在微博存在了20分钟 这也是我比较在意 因为这个时间太长了 通常是两分钟就会被删掉 对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事情太长了 所以就是我们讨论这件事情 不要只看它是一个 感情纠葛 因为毕竟看起来 他后面还有一些势力 我对中国大陆并没有这么熟 可能亮哥比较了解 我再跟大家讲一次 这么敏感 而且支持副总理跟他之间的 不堪文问的这些私事的内容 居然可以在微博上面 存在了20分钟 让大家看了个透以后 该截图都截图 该这个highlight highlight以后 然后才消失 所以显然不是 可能不是只有彭帅一个人 他想这么做而已 可能后面也有人鼓励他就是 既然你有不满 你就这样这个事情 于死网破 直接掀锅 所以你觉得中间可能有牵涉一些 中国大陆的高层之间的内斗 是不是 来 我们先请这个 兵哥 当然现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很多人揣测 有说因为他是江派的 现在喜要豆浆 然后有说是有其他的阴谋 包括因为股市也因为这样震荡一下 跌了很多 张的女婿亏了很多钱 所以有人说这是不是股市操作 然后这样我觉得看起来都不是很像 我觉得看起来都不是很像 我觉得为什么他没有这么迅速的被屏蔽 可能是因为张高丽已经退休了 所以他已经不是在第一波的敏感 致辞当中你知道 觉得他们审查没有这么快 然后所以晚了20分钟左右才发泄 所以才会把它屏蔽掉 那再来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的 当然 我以我自己中文系的观察 感觉上这个文章不太像是编造出来的 至少这个人是这样想的 感情是满真挚的 你说如果是经过序域设定编造 我觉得不太容易写出这样一篇文章 可是问题是他心里头这样想的 是不是就是事实 其实这也很难说 因为每个人认定的事实是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当然刚刚大陆外交部的官员 他是用自私的回应 因为他也不想评论这个东西 所以直接告诉你他没听过 可是我不相信他没听过 他一定听过 他一定也知道这个东西 只是他也没办法回答 因为他是外交部 这也不光外交部门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当然中国大陆 他们到底要怎么处理我不知道 我觉得正常的情况下 张高丽你应该要出面 回应这个东西 就好像刚刚有媒体问我说 斯明德现在指控 谢长廷就是廖北亚 那我觉得谢长廷 就应该要出来回应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 那对张高丽来说 你都当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总理 那你被人家做这样指控 不管是真的假的 我觉得你有必要出面做说明 而不能用这种 好像就是不回应 你不回应代替回应这种方式 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对的 因为20分钟 中国大陆这么多的人 已经不知道多少人截图 就算你们屏蔽 还是在传的 这个我觉得对中国大陆 自己内部也会有不良的影响 我觉得真的要好好说清楚 这封信到底有多么的震撼 有多么的有杀伤力 张高丽的女婿 她是在这个 包括一个能源公司里面工作 香港信义集团 是一个很大的公司 结果她的股市一下子就跌 跌200亿 港币大概和台币是714 我们把他算了 一个字的杀伤力是4255万 这么多这么重 这个核弹级的这个信件 那我们来看看 我们台湾很多人也都在讨论 昨天在热搜也第一名 甚至有这个某媒体 居然把这个张高丽 跟这个韩国瑜做连结 他们认为 韩国瑜跟张高丽长得很像 你可以看到PTT也是炸了锅 PTT就讲说哪有像韩国瑜 一个头发这么多 一个头发没有 不过张高丽这个是法片 很明显是法片 如果把它遮上去 是不是有像 不知道 可是也有网友说 觉得像陈其迈 也有网友说 比较像谁 罗智正 我跟妳讲 张高丽她当过深圳的副市长 也有代市长 那个时候是习仲勋的时候 所以张高丽跟习家是很熟的 他虽然是江派的 可是因为习近平的妈妈齐欣 还有他的姐姐齐乔乔 都住在深圳 所以他是有照顾的 他有照顾习近平的家人 所以这个你不能解读 是习要逗他 都75岁都卸任 我觉得比较可能的逻辑 是彭帅要自保 因为如果这件事情爆开 他可能会被灭口 所以不如写出来 他是要保护自己 他可能听到风声 事情有可能要走 因为很复杂 因为中国发生这种事情 很多比较没有权力的人 都会出事 可是彭帅现在在美国 我知道他现在在美国 而且他曾经是世界的 在美国也一样 也是会出事 也是会出事 有人就在法国 从高处跌下来也跌死 很难讲 所以我不认为 这个是政治斗争 这个比较像是自保 当然也许 有男女之间的抱怨 比如说你答应过我什么 都没有兑现 比如说我要买个房子给你 这个我不清楚 我不清楚 可能有 不知道 可是因为这个如果曝光 他反而会安全 你知道吧 因为他有个三长两短 那就是谁干的 是不是 可是我必须讲 像这样的事情 有人认为是权势性交 有人认为是男欢女爱 虽然年纪有差距 年龄不是问题 有的人是这样想 可以说是不管你这个国家制度 是民主制度 权威权制度都一样 古今中外都有 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台湾 最近我们随随便便 举了三个例子 像是这个王定宇跟袁若芳的事件 包括丁宇宫的事件 包括王必胜的事件 虽然不可同日而语 不是不能等量齐观的 可是基本上性质很像 都是这个可能是有点激烈 或是不伦练 那外交部 中国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 讲的这个 回应我就是觉得有点鸟 有点烂 他说体育总局没有告诉我 彭帅的相关信息 这个汪文斌讲的 那你觉得台湾的处置有比较好吗 我们台湾的处置有比较好吗 台湾就是跟着每一... 你说台湾这三件事 这不能类比 每一件都不一样 不过外交部的发言人 不回答这个问题 其实是对的 对 这我倒是要说 你怎么外交部的发言人 去回答一个官员的 私德的问题呢 因为他面对他是对国际讲 我们的外交部的发言人 也不应该去回答其他 比如说你去问之后 我们都委会怎么样 然后去问外交部 第一个又不是他的事 这个我倒是觉得说 像陈时中也不便回答 如果说这个 因为陈时中的大将 王必胜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陈时中说私德我不管 他工领域做得好就好了 游锡坤也不便回答 我们宇哥的事 那丁与工 丁与工 总统府也不便回答 王必胜那部分我倒觉得 我上次有跟大家讲过了 因为他是衣服务会的执行长 衣服务是卫服务下面的单位 所以他是公职 所以其实陈时中 他要嘛就不知道这个事情 要嘛他就要调查出 告诉大家有或没有 不能说什么公司分开 好 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